一年一度的模范父亲表扬活动将温馨登场 还记得小时候爸爸牵着你的手教你学走路 或是父亲对你所说的每一句鼓励的话 如今长大成人才能体会父亲的辛苦吗 台东县政府为了表扬台东县内的模范父亲 也将在父亲节的前夕办理表扬大会 相信大家好 101年度台东县的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我们定在8月7号下午3点到5点 在台东市枫园国小举办 这一次我们台东县的模范父亲总共有18位 其中还有原住民模范父亲有16位 所以合计是34位模范父亲 那另外今年比较特别 我们全国孝行奖的得奖人 还有台东县的孝行奖得奖人 也在这一次的模范父亲节里面 我们要一并来表扬 除了来表扬所有的模范父亲之外 我们顺便来表扬这两位孝行楷模 来表彰他们的孝行 会中会特别表扬全国孝行奖的两位得主 也祝福所有的父亲们 在这一天加解愉快 更要呼吁所有的民众 要懂得子欲养而亲不戴的道理 爱要及时 记得赶快跟爸爸说一声 我爱你 东台宣布陈静雄 郑慧如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雄